历史上疯狂的科学实验很多 但90年代的生物圈二号 可能是其中最浪漫 最雄心勃勃的 因为它的建造初衷 是模仿生物圈一号 也就是我们的地球 生物圈二号号资1.5亿美元建造 是一座用玻璃包围的未来感建筑 看起来像个大温室 它坐落于美国亚利桑那州 占地一公顷 大约一个标准操场大小 1991年到1993年间 四男四女在里面封闭生活了两年 他们自己种植作物 喂养牲畜 循环利用所有空气和水 当时人们以为 生物圈二号的探索能够为 人类未来的星际行情做准备 直到生物圈二号的幕后故事 被一一揭开 人们才意识到 这是一个失败的 受到过多关注的 虎头蛇尾的科学实验 生物圈二号的雏形 其实没有太多科学属性 它起源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一个实验性社区 人们在社区里 过着一种单纯的生活 他们自己种植农作物 有空搞一下实验戏剧 后来 他们想建立一个新的社区 能够将生态系统 与科技相结合 实现自己自足 这个想法得到 德克萨斯州 一个石油大亨儿子的资金支持 1984年 生物圈二号 开始在亚里桑那州的 荒漠中建造 负责这个项目的 太空生物圈风险投资公司宣布 这将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生物将在里面蓬勃发展 建造完成后 生物圈二号看起来 确实像个小地球 它拥有陆地 海洋 湿地 沙漠 草原等 多种生态系统 尽管都是迷你的 为了让这些生态环境更加真实 工程师花了大量精力 来给海洋制造潮汐 确保热带与林油 正确的温度与降水量 甚至试图在里面创造微风 除此之外 还有超过3800种动植物 生活在生物圈二号里 除了人类饲养的鸡 山羊和猪 还有蜂鸟 狐猴等野生动物 而人类可种植的农作物 则高达80种 另外 设计者还引入了昆虫 来分解有机废物 而污水则经过处理后 循环使用 1991年9月26日早上 生物圈二号正式启动 八名组员身穿蓝色脸体衣 仿佛科幻电影里的太空人 在密密麻麻的媒体 与摄像机面前 他们发表了激扬的演讲 我将最后一次 呼吸地球的空气 因为我知道 接下来两年 我将在一个不同的大气里呼吸 组员真喷着回忆 那场面就像他们要去 执行太空任务一样 但事实上 八名组员中并没有宇航员 他们有的是植物学家 有的是海洋生物学家 有的人有畜牧业和工程师背景 甚至还有外科医生 在全球媒体的瞩目下 八人走进了这座巨星的玻璃房子 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封闭生活 生物圈二号里的生活并不悠闲 实际上 组员们非常忙碌 组员Mark Nelson后来 统计了他们的时间分配 发现他们 至少把四分之一的时间 都花在种植农作物上 其他还包括 研究和维护占百分之二十 写报告占百分之十九 鹏人占百分之十二 生物群莫冠里占百分之十一 畜牧业占百分之九 剩下的时间 他们还要接受媒体采访 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 而温室外面 每年都有上百万游客和学生 乘坐大巴车来到这里 饶有兴致地隔着玻璃 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一名组员记得 知名人类学家珍古道尔 也曾来参观过 他的表情像是在观察灵长类动物 对组员们来说 入住生物圈二号是崭新的体验 Mark Nelson回忆说 那种感觉很奇妙 因为他做的每一件事 都能立即看到影响 他说 每次我呼吸 那些植物都在等待着 我的二氧化碳 它们是我的第三个废 我和这里的生物 有着绝对的联系 生物圈二号的一切 看起来都那么美好 后来媒体与公众才知道 运营生物圈二号的公司 实际上隐瞒了很多信息 其中最大的谎言 便是它的封闭性 生物圈二号才刚启动两周 就出了叉字 组员 Jane Ponter在使用脱离机时 不慎将手指尖切掉了一部分 随时待命的医生 对他进行了紧急处理 但他仍需要被送往医院去做手术 几个小时后 Jane Ponter才重新回到玻璃房子里 但没有媒体知道 这次偷渡行动 后来记者发现了越来越多事实 人们开始感到被欺骗 原来 生物圈二号的工作人员 会每月两次 给组员们提供各种物资 包括农作物的种子 组员们的维他命 以及补蟑螂和补蜀的工具等 而且 在组员们入住的头几个月 由于阴雨天气多 作物欠收 他们还直接从储藏室中获取食物 即便如此 组员们仍经常挨饿 Mark Nelson记得 他掉了约11公斤体重 最饿的时候 甚至吃花生的壳 生物圈里的其他生物 也活得不怎样 蜂鸣与蜜蜂在生物圈二号里灭绝 导致农作物无法受凡 而最初引入 用来分解分别的蟑螂 则疯狂繁衍 差点将农作物啃光 然而 组员们的最大威胁 不是饥饿 而是呼吸 不知为何 生物圈二号空气中的氧气含量 在逐渐下降 从最初的21% 降到最低时的14.2% 如此稀薄的氧气 让组员们像是生活在 4500米的高原上 组员中 有人开始在睡眠中 出现呼吸暂停 有人在说话中途 需要停下来喘口气 才能说完一句长句子 大家都尽量 把动作慢下来 不消耗任何额外的精力 由于担忧氧气含量 在烧下去 会影响到组员们的健康 于是 工作人员 向生物圈二号里 注入了纯氧 一时之间 组员们开心地手舞足蹈 并且疯狂大教育奔跑 Mark Nelson形容 就像一个90岁的老人 重返青春 后来经过研究 才发现生物圈中的混凝土 会吸收二氧化碳 导致氧气含量减少 这是一个设计缺陷 更别提生物圈二号 还有一个死穴 它未能解决能源问题 尽管它利用了一部分太阳囊 但事实上 生物圈二号 从来没有断过 电里面的所有机器 光源 生态系统的运转 仍然依赖外部 提供大量电能 而生物圈二号 在宣传中 定位成世界上 第一个人造生物圈 而且是进行 封闭试验的科学实验 处处依赖电能和物资补充 未能实现碳循环和氧循环 难怪生物圈二号 在结束后 受到许多嘲笑与谴责 有人骂它伪科学 也有人直指 这只是资本操控下的 一场真人秀 是一种新颖的娱乐节目 事实上 生物圈二号的参与者们 也心知肚明 这个实验不太封闭 Mark Nelson 在他的书中透露 当时八名组员 其实不太合得来 他们分裂成两个四人小组 而且互相看不惯对方 两组人的分裂源头 正是对实验的看法不同 一组人认为 不应强调封闭 应该把更多的时间 花在科研上 另一组人则 希望保持原状不变 组员之间冷漠与敌对的氛围 也让整个生物圈二号 的体验变得糟糕 如今普遍认为 生物圈二号实验是失败的 它耗费了巨资和人力物力 来建造 管理和运营 却无法给仅仅八个人 提供足够的空气 水和食物 后来生物圈二号 被捐献给亚利桑纳大学 科研人员仍在里面进行研究 但生物圈二号 也并非毫无用处 有科学家具此设计的生态球 也就是那种 有着小虾 藻类 微生物和水的密闭小球 仅靠阳光 便可自给自足 也有科学家 看到了这个实验的积极意义 生态学家 William Sassinger认为 我们所知道的 关于生态系统的一切 都是以描述性工作为基础 而生物圈二号 是一次珍贵的事件 不能抹杀它的影响 曾参与其中的Mark Nelson 同样对伪科学的指责感到生气 他认为 生物圈二号 是有史以来生态学领域进行过的 最伟大的实验 它不是一场生存挑战 引入物资 没什么可指责的 封闭也从不是实验的目的 同时 它也是一次出出茅庐的实验 不可能一开始就完美运行 必定会经历坎坷和挫折 即便失败 也能为后来者提供经验 Mark Nelson乐观地认为 未来人类能够解决自身的问题 而这种乐观 正是在生物圈二号里生活的经历 带给他的 美国导演 Matt Wolfe 给生物圈二号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叫Space Ship Earth 他认为 这并非是一个科学实验的成败问题 它实际上暗喻着人类的野心 及其局限性 在90年代 人类对宇宙 对外太空 有着无限的憧憬 想象着50年后 我们会移居到月球或火星生活 如今30年过去了 我们仍生活在地球上 一具外星球似乎遥遥无期 生物圈二号失败了 我们可以推掉重来 但在生物圈一号 地球上 没有人会给我们提供额外的氧气 食物和水 一切都得靠人类自身去调配 去适应 以及去创造 既然无法逃离 那就好好经营 从最小的行动开始 如果从北极运一块冰运到非洲赤道 并且不用任何制冷设备 成功的话 就给你3000万 你愿意试试吗 早在1959年 便有人完成了这项 看似不可能的挑战 他们将一块重达三吨的冰块 装上货车 从北极圈边缘出发 前往非洲中部的赤道 总计行驶了8500公里 途中还穿越了 50度高温的撒哈拉沙漠 整个过程中 都没有使用制冷设备 最后 冰块居然只融化了几百公斤 那么 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1959年秋天 卢森堡国家广播电台 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挑战 只要有人在不使用制冷设备的前提下 将一块三吨重的冰 从北极圈运到赤道 未融化的冰块 每公斤都能获得10万法王的奖励 在大放厥词之前 卢森堡人或许并没有拿出计算器 算一下吹这个牛的成本 他们可能觉得 没人能做到这点 事实上 如果三吨冰一点都没有融化 或者只融化了一小部分 最后挑战者将能获得 接近三亿法郎的奖金 在上世纪60年代 三亿法郎无疑是一笔巨款 重赏之下 必有永夫 于是 一家名为Glasswet的 挪威保温材料公司自告奋勇 接下了电台的悬赏 他们公司刚好在生产一款中控玻璃棉 其保温效果不亚于冰箱 Glasswet的总经理纳特维克认为 只要他们小心翼翼地 用玻璃纤维制成的玻璃棉包裹冰块 就能把冰融化的程度降到最低 然而 还过神来的卢森堡广播电台 却在这个时候变卦了 因为 如果Glasswet公司真的完成了挑战 那他们根本就支付不了 这笔巨额悬赏 到时候弄得身败名裂不说 电台还有可能关门大吉 于是 他们撤回了报价 宁肯背负一时的骂名 也不做那冤大头 但Glasswet公司还是决定 无论如何都要完成这次运兵挑战 参与挑战的Glasswet公司选择先去 斯瓦蒂森冰川采集冰块 该冰川位于挪威小镇 莫伊拉纳以北四十公里处 位于北极圈以南 船员们用链锯切割了 十度快二百公斤重的冰 然后空运到市中心 在那里把冰融化在一起 铸成一块重达三千零五十公斤的大冰块 冰块被放置在一个特制的铁质容器里 外面用木头和Glasswet排泼里面隔热 他们计划用卡车将其运送到赤道 同行的还有一辆搬运设备的货车 和一辆载着电影设置组的轿车 这一挑战很快就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人觉得他们是吃饱饭为师做 也有人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做到 不过仍有很多人选择了用行动 支持Glasswet公司的运兵挑战 例如鞘牌公司就为他们提供燃料 斯堪尼亚公司为其提供了卡车 前后总共有八个国家的赞助商 赞助了此次运兵行动 1959年2月22日挑战正式开始 运兵队从莫伊拉纳出发 他们在欧洲各地受到了隆重欢迎 比如在巴黎 队员们被邀请与市长共进晚餐 并在警察的护送下穿过街道 法国总统戴高乐甚至表示 如果他们在挑战成功后 愿意把卡车开回巴黎 他将亲自在凯旋门下迎接他们 顺利抵达马赛后 卡车被吊上一艘货船驶过地中海 队员们为了检查冰块融化的情况 决定在抵达阿尔吉尔后 将集装箱容器抽干 尽管这个季节的北非天气炎热 集装箱中却只抽出了四升水 队员为此喜不自胜 然而 从欧洲穿越地中海来到北非 只不过是走出了新手村而已 真正的难关 是他们即将面对的撒哈拉沙漠 撒哈拉沙漠形成于约250万年前 是世界上最大的沙质荒漠 它位于非洲北部 面积约932万平方千米 气候条件异常恶劣 常年干旱炎热 地表温度可达70至80摄氏度 可轻易烫伤我们的脚掌 然而比穿越沙漠更糟的是 当时的阿尔吉利亚正处于一场 反对法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中 运兵队稍有不慎 便会遭遇游击队的伏击 到时候运兵挑战将面临一场飞来横火 沙漠里没有路 卡车满载货物行驶缓慢 队员们经常被困在沙子里 每次都要在烈日下挖好几个小时 他们所携带的水源也有限 白天的温度又常常飙升到50摄氏度 不过即便在这样艰难的状况下 队员们也还是挺了过来 27天后 运兵队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位于赤道附近的利伯维尔 这块一路颠簸的冰块 终于迎来了揭晓之日 卡车里的冰块几乎完好无损 只融化了336公斤 才占原重量的11% 如果卢森堡广播电台坚持他们的交易 Glassweck将赢得2.7亿法郎的挑战奖金 完成挑战后 这块冰被切割开来 分给了非洲的当地人 部分冰块则被空运回国 用作饮料的冰块 在奥斯部举行的媒体活动中 提供给记者饮用 这次挑战 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宣传噱头之一 也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商业活动 尽管Glassweck公司没能获得奖金 但他们的壮举 以及他们的保温产品 得到了全球媒体的广泛报道 他们家玻璃棉的生意 至今火爆 响于全球 众所周知 人类自从出生之日起 就注定是要走向死亡的 关于人死后的世界 人们也一直猜测不停 关于人死后的世界 科学界 宗教界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比如 我国的道教认为 人死后一部分会升入天堂 一部分会走向地狱 平常做好事做得多的人 就会升入天堂成仙成神 而坏事做绝的人 则会下18层地狱 受尽轮回之苦 而佛教认为 人死后便会去西方极乐世界 成佛 总之 不管是成仙成佛 还是下地狱 宗教界对于死亡 都是有一个归宿的 但是 人们头顶的天和脚下的 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质 所谓的天堂和地狱 根本不可能存在 只是人们的凭空想象罢了 但是人类科学发展 只有短短的几百年 又怎么能真正了解这个世界呢 所以对于人死后 是否有灵魂的话题 展开了激烈讨论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 灵魂并不存在 转世重生 也是一种封建迷信 并没有任何证据 能够证明 灵魂真实存在 那么 从科学的视角来看 人死后 真的就什么 也没有了吗 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在临死前就给出预言 他表示 人永远也不会离开 爱因斯坦认为 所谓的灵魂 是大脑中的记忆群 脑波就类似于无线电波 可以在空气中传播 在人体死亡后 脑波会慢慢飘向空中 随风漂流 但是不管它漂流多久 最后都会飘到 一个电磁波层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会慢慢地 衰变150年 然后受到各种影响 回到人类世界 占据新生命的大脑 这就是他所认为的 转世重生 灵魂并不是实体 他看不见 摸不着 但是通过研究发现 人在死后的体重 会减轻21克 难道真的是 灵魂出窍了吗 为了验证灵魂 是否真实存在 国外研究团队 特意做了个病死体验 有的病死被救回的人表示 自己就像被拉入了一个 黑暗与光明的交叉口 一边漆黑无比 一边又能看到 医生抢救自己的躯体 这个世界 仿佛就是地狱的样子吧 还有的表示 自己进入了一个神秘的隧道 等到走出隧道 还看见了自己 已经去世的亲朋好友 在等待着自己 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 很多经历过 病死体验的人 彼此并不认识 也从未交流过 但是他们在清醒后 所回忆的病死经历 竟然惊人的相似 这让科学家们坐不住了 既然他们的经历非常相似 那么他们的灵魂 是不是去了同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又是哪里 以现在的科学水平 还不足以研究 也许需要我们的后人 将这个谜底揭开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总统林肯事件 林肯咽气时 他的爱犬从房间内狂飞着 一路追出去 而没有守护在他的遗体旁 当场的人都说 林肯的爱犬 看到主人的灵魂走了 所以追了上去 另外 林肯夫人到摄影楼拍照 洗出来的照片上 使去多年的林肯 出现在夫人的身后 模样 身材和神态 与人们所熟悉的 林肯总统完全一致 为此还闹上了法院 经过调查 摄影楼并没有作假 1921年12月12日 上海申报报道了 这样一则消息 拍摄刘湘就任 四川总司令的 就职典礼照片上 出现了两个鬼影 一个是已故军长赵又新 一个是前直都蓝天卫 而人皆牺牲于去年9月份 种种迹象表明 灵魂是真的存在的 但是人死后 灵魂去了哪里 并没有人能够 给出准确信息 那么人死后 肉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从物理学角度来看 人体是由无数原子 组成的集合体 每个人体内 大概包含了7000亿亿个原子 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氢原子 占到了人体的65% 其次是24%的氧原子 10%的碳原子 剩下的1%为其他原子 人死后 不管有没有灵魂存在 肉体都不会消失 也就是说 组成人体的原子 还是以生前等量的 无论是被火化 还是被微生物分解 原子数量并不会发生变化 因为咱们国家提倡火葬 那么就以火葬为例 当遗体被推进火化炉后 上千度的高温 会瞬间将体内水分子蒸发 蛋白质等有机物分解成碳黑 与氧气结合成二氧化碳 据统计 一名成年人火化后 可以产生45000克的二氧化碳 同理 体内的其他原子 也会被分解重组 最后只剩下骨骼中 为数不多的矿物质结晶体 以及少量辣和钾的盐分 这就是所谓的骨灰 被分解重组的原子 会混合在空气中 向四处飘散 有的成了植物养分 有的凝结成雨 洒向大地 骨灰同样也不例外 无论是埋在地下 亦或洒入大海 都会为万物的生长和生存 发挥最后的作用 综合来说 随着人的死去 这些原子 又会重新回归大自然 继续在宇宙中循环 而我们如今的身体 也是前人分解后的原子组成 我们的后人 也会继续使用这些原子 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死亡并不是终点 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延续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